一起來關心天氣囉 今天受到這個太平洋高壓的影響 各地晴朗炎熱 這個溫度的分布圖上可以看到 各地高溫都是在36度左右 感覺真的是滿炎熱的 還有紫外線也偏高 提醒您尽量避免中午在戶外活動 而這個午後雷震雨大多是在山區 長度減弱範圍也縮小囉 不過呢 從週三開始 這個高壓勢力會稍微的減弱 要觀察低壓擾動的這個發展 會不會變成熱帶性低氣壓 或者是颱風 所以提醒您週三開始 這個天氣會變得比較不穩定 於是呢也會略為增加 而這幾天外出還是要注意防曬 跟防中暑多多補充水分